功德榜 教育部吳部长 中华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 师母 各位主讲教授 各位学术界的朋友 各位法讲师 各位贤士同修 大家早安 中华民国101年 元月一日 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 举行了 今年度的祭祖大典 各位在场 参加 圣中追严 万法归零 祭祖大会 一定 感触良多 感动也良多 今天是我们 接续着 祭祖大典后 我们的 鬼谷 文化 孙子兵法 高层论坛 让我们大家 在缅怀先人 缅怀祖先 的这个崇高理念之后 大家能够 对 祖宗的 一些法宝 能够有更多的 参读 更多的圣诗 更多的独行的机会 我们今年 这个年次的 论坛 我们特别 有两岸的 学术专精 学者专家 来参与我们的 主讲 主任 还有我们的 回应 因为 大陆 鬼谷 学术研究会的 副的会长 黄会长 还有秘书长 他们几位 因为特殊的原因 文章早就在 一个月以前 就送到我们这边 但他们不能够 今天不能到场 这是我们 美中不足的地方 不过我们会 帮他们安排 代为宣读 他们的论文摘要 我们现在 欢迎 大会的 主席 文言师傅 来 为我们 开场 我们欢迎 文言师傅 中华民国 我们中华民国 101年1月3号 鬼谷 古旨文化 甚至兵华 对世界和平 发展 的主持人 我们 南天文华院 杨院长 我们中华民国 教育部 吴部长 甚至兵华 学会 我们的副会长 他是幸福 是正的 不是这样的 好 很容易把他 误会了 还有我们 原院长 各位 教授 各位专家 我们的各位法师 各位 维心贤士 今天 我们增添 法子 跨过100年 进入101年 我们 首先 还是要 缘怀着 我们伟大的国父 盛中山先生 他的智慧 他的奉献 历史以来 把中华文化 五千年来 智慧 落实 最贴切 最肯定的 只有 我们大家 所尊敬的 国父 盛中山先生 他是用智慧 和行 知行合一的行者 我们国父 盛中山先生 他把鬼谷子的 合纵连衡 十道天心的智慧 他把所有 无量节以来 所有的 政治家 军事家 教育家 企业家 等等的心华 他都会在 我们国父 盛中山先生 他的心里面 他的行 就是 孙子 兵华 他的行 但是 无论 兵华也好 或者任何一个文化 也好 都少不了 知行合一 这个也是在宗教方面来 来 这个来看的时候 也是要 知行合一 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 伟人 圣人 都是在代表的 每个人内在 无量节 几千万年来 在世间 或者任何一个上天天界 任何一个星球 在那里所接受的体验 考验 锤炼 而 以此生 此事 开发出来 所以今天 这个 论坛 我一直就请 杨院长 无论如何 今天我们一定要 邀请 购届 专家学者 有益于我们每个人 生命的智慧 我们邀请各位 过届 圣贤 各位的专家 教授 学者 把它 以当下 任何一个角度 来阐述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和灵性 先从今天是101年 1月3号 从 益经 我们所学的益经 就火天大游 金玉满堂 我很高兴 今天真是金玉满堂 等一下我们过届 对于 每个人从无量节 以前到现在来 不管你来到世界上 1000年 2000年 1万年也好 都是金玉满堂 把这个 我们把它端出来 来 以法来供养 我们很高兴 我们中华民国协任的前李副总统 他也要来与各位 我们来共同如何地球的环保 还有我们尤其 我们的教育方向 品德教育 等等非常重要 我们吴部长 他也拨架 也来参与 还有我们的 副会长中华 孙子兵华学会副会长 他的高境界的 兵华 兵华师对自己心 对自己的妄念 烦恼 如何来降伏其心 这些也是今天我们 所有的教授 所有的专家们 请他们 不要把那么好的智慧 带回去 全部留下来以后 要回去再回去 以后再回去 因为我们来到世界上了 好不容易有这个姻缘 以法会尤 以法会心 就在今天 1月3号 火天大有 大有收获 大有奉献 大有成就的 101点的新的开始 我们非常谢谢 现在我们就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杨院长 祝福各位 感谢我们本员参师为我们赐赐 谢谢师傅的勉励 我们开幕典礼 有几位特别贵宾 道场为我们道贺 为我们开示 也为我们祝福 希望我们大会能够圆满成功 我们第一位 帮我们支持的是 李前副总统 我们有请李前副总统 请掌声欢迎 各位早安 大家午早 大家好 我们敬爱的文言禅师 教育部部长 洋院长 还有副会长 各位 一京大学的老师 是各位师兄师姐 今天我其实应该跟你们坐在下面来学习 因为今天谈的两位中华文化的主师 鬼谷子跟兵子 都是中华文化的贵宝 他们的很多的思想智慧 影响世世代代 这是很珍贵的 我是门外汉 可是因为非常感念 文言师父 师母在底下 还有我们维心中 还有我们维心中几十年来对整个台湾社会的影响很大 我非常的敬佩 所以今天特别从台北刚刚赶到 无论是鬼谷子或者是孙子这两子 我们古代称子是老师 是大师的意思 一文一武 一和一战 可是基本精神都不出智人勇 他们非常有智慧 面对所有的问题 如果精通他们的智慧的话 大概就很容易从困顿当中开悟 勇往直前 因此我其实今天是想抛几个问题 请在我们今天的台上台下的各位闲进 特别是经研二子学问的各位大师 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七十亿 每年以八千万到一亿的速度在增长 但是地球圣经所讲的一点远 永远只有一个only one 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很难 我看在你我有生之年 很难离开地球 因此地球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利基 但是七十亿以上的人口 有十亿的人没水喝 有十亿的人生活在饥荒边缘 请问世界和平如何达到 过去一点远只有亚当跟夏娃 现在已经突破七十几亿的亚当夏娃 而且如果不好好处理的时候 也会很快速的超过一百亿 可是一点远第九还是只有一个 那么资源跟能源的分配不均引起的问题 绝对没有办法达到世界和平 即使孙子说兵不厌仗 或者有人说以战才能止战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 战争实在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和平也不是口号 和平也不能用投降屈辱来实现 所以这中间 我们各位经营 等于上古时代的两位先贤的智慧 我还是很期望能够引到我们当今的世界来 因为真的这个地球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其中70亿的人口 如果再增加都喜欢吃肉的话 都喜欢争权的话 那么地球怎么会有安宁的日子 事实上这几年联合国特别强调 为什么地球的气候变迁这么严重 灾难这么频繁 一方面就是工业 还有我们的生活排出的温室气体太多了 很遗憾地过去强调的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确是让地球暖化 但是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更强 高达72倍的甲烷CH4 还有高达300倍的氧化亚氮 还有其他不太熟悉的几个气体 其实都一样的毒 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CH4甲烷 甲烷的相当多的成分是 来自鸡鸭牛羊猪 所谓畜生叶 牲畜叶 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会排放大量的有毒的温室气体 为什么会养这么多 可以想到如果大家不停止吃肉的话 会越养越多 因为人越多 胃口越大 然后就要用很多的土地去养牲畜 用很多的水去养牲畜 用很多的土地种饲料 不是种粮食 种饲料去养牲畜 所以这样的恶性循环 让人有饥饿 有没水喝 更严重了 现在面临地球温度非常软化 到什么程度呢 专家告诉我们 如果地球的温度升高了两度的时候 那么海洋起码会海水升高七公尺 台湾至少十分之一以上的面积会入沉 全世界有八十个岛会沉下去 那我们目前台湾的严重是 地球平均值了两倍 因为在过去一百年 地球平均温度升高0.74度 台湾已经升高1.4度了 我们离两度C只差0.6度 可是现在科技文明让我们 每一次过年过节 想到了要放鞭炮 要放烟火 前天我们大家才举国狂欢 才放了一个跨年的烟火 以台北101来讲 一个晚上加上很多人来的排碳过程 我们烧掉437公顿的CO2 二氧化碳 光台北101我们的估计就这样 结果第二天报纸说 全台湾同时风夸年的有20个地方 那么你可以想象 一个101一个晚上 放边话狂欢几秒钟 包括人潮来往等等 相当于毁掉台北市大安公园的 1.5倍的大安公园 所种的数的功能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 我们今天知道这鬼谷子或者孙子 这两位大师如何影响世界和平 我想很希望待会各位也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做一点检讨 另外我只提另外一个问题 在11天以后我们就会选出2012的总统 他也可能是马总统连任 也可能是蔡主席连任 因为民调今天开始不能谈了 我只是提醒说不管谁当选 我们共同面临三大问题 这三大问题 三大危机 三大挑战 是不是可以借重我们今天的两位前 这个上古的大师的智慧 透过我们台上台下各位学者专家 来探索出一个方向 不管谁当总统付冲 2012年铁定不是风调雨孙的一年 我们如何来共同面对 越来越多的证据 加上太阳黑子现在活跃 越来越活跃 预言到明年后年这中间 太阳黑子会大爆炸 对地球磁场会起怎么样的变化 所以不可避免的 不管谁当总统 天灾问题 我们用什么方法 能够让大家免疫天灾 更重要要进一步去保护地球 第二个难题也会面对的 我们看到全球的财经金融秩序大乱 过去一些金融财阀 它胃口太大 贪婪心太强 但是它头脑太好 把世界的钱通通吸在少数人 所以99%对1%的战争 不只是在华尔街进行 只要整个世界不均衡的话 哪里都可能发生事 摩利花革命 从最保守的回教世界 居然跑到美国各大城市都在进行 这个是回过来看 欧洲很多大国 希腊文明古国 意大利西班牙 艺术文化大国都纷纷破产了 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金融财经的危机 因为我们中央到地方政府 目前的负债已经高达五兆六千两百多亿 那么加上政府长期没有支付给人民的 所谓隐藏性的各种债务 合起来超过二十一兆 平均你我 包括你家里出生的婴儿 每个人平均已经负债九十一万九千块 这样的一个脆弱的国家财政 那么在今后我们如何来因应 如果国家不负强 只有人民负强 这不是福气 第三个挑战 当然也会牵涉到我们衷心期待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要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和平 过去走过很漫长 艰辛 惊险的道路 那么不管哪一位总统当选 我是希望大家 也不管九二共识或者是台湾共识 真正大家应该共同支持的是九六共识 因为1996年的时候 我们有史以来 第一次有权力选国家领导人 有五组的候选人 只要你去行使投票权 你已经是赞同我们的国家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每四年选一次的总统 这样的宪政运作 我们对自己的国家主权不容怀疑 我觉得如果大家建构在 1996年96共识的话 不但难立可以和解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必须面对我们 这样的事实 就像这一次的总统副总统选举 都透过电视的辩论等等 据说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都透过网站来了解 我心里就有数了 为什么他们不能派人来选举 为什么我们候选人没有到大陆去 就是用96共识 可以处理很多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他不这样主张 那我们在选完总统以后 我觉得这个危机 这个挑战 但是也可能是一个转机 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思考 那么当然更重要 今天也希望 我们在座的台上台下的 各位学者 这个博股资金 以过去的大学问 看能不能来帮2300万人 来解惑 引导台湾 迈向更光明的前途 以此祝福我们今天的研讨会 圆满成功 我期待能够从各位的研讨道中 学习更多的智慧 祝福新年快乐 谢谢李前副总统 为我们的开示 好 谢谢李前副总统 我帮师傅的意志行责 书后头一段文字 我特别强调 政治家应该要兼具宗教家的胸怀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就有救 我们谢谢李副总统 在卸任以后 能够致力于整个全民的福祉 世界的太平和平 我们欢迎李副总统 常常到我们的论坛来 欢迎 下面一位我们特别请吴部长 吴部长在教育工作上 有很多的贡献 我们中文的理念 中文的善行 他可以比我们大家 很多人都来得熟悉 他对于我们中文的精神的产阳 那认同 也是他那时常常 拨控 来参加我们各种 场合的一个姻缘 他特别早上 清晨赶到这里 等一下完了以后 马上又要赶回台北 就这一点精神 我们就值得对他表示敬意 我们现在欢迎吴部长 主持人 我们杨院长 大会子席 我们微信中宗旨 我们福音师傅 我们李前副总统 还有我们副院副会长 在场师母 还有张院长 袁院长 各位 杨师母 黄老师 黄教授 各位 今天在座的 各位法师 各位讲师 各位学员贤士 同修 各位代表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非常荣幸 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参加 我们鬼谷子文化 跟孙子兵华 对世界和平发展 这个高层论坛 事实上今天有来自 海峡两岸的 学术界的精英代表 也有我们微信中 各位宗师 各位法师 各位讲师 还有我们各学员的代表 我想这种阵容坚强 大家齐心共力 来及时广益 相信 一定可以激发出 很多的智慧 很多的学术的 一个成果火花 让世界和平的发展 在这高层论坛当中 有更好丰盛的成果 其实我们探讨的主题 对鬼谷子文化 孙子兵法 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 这是抓住当今世界 一个社会价值的一个主流 也是符合世界 所有人类共同的期待 那么对今日 还有未来全世界的发展 都有很重要的启示 跟贡献 我们在前天 在林口体育大学的大礼堂 有三万六千各位贤士大德 共同出席 这个2012年追根树言 万灵归心 这样的联合祭祖的一个大典 我们非常感动 因为透过我们文言师傅 号召 所有两岸的人民 共同为世界的和平 来祈福 我想这个愿力 非常非常的大 我也相信会被上法界 对各方所能够感动跟接受 我个人到教育部 这两年四个多月 我也非常努力 在两岸的交流 能够用和平 用教育的方式 透过学术的交流 透过学生的一个复房 来建立更多的认识 事实上从民国81年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通过之后 就一直希望加强两岸的学术交流 经过了19年 到去年我们终于在立法院 在两党 那么各方立委的共同 肯定支持之下 我们通过了 去年虽然来台湾的 修学位的只有928人 但是没有学位的交流复房 在上半年就有5635人 下半年有3500多人 等于去年两岸的学生学术交流 就达到1万人 我想这1万个精英 有的到台湾来 我们也有到台湾到大陆去 双方都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大陆的同学到台湾来 发现台湾的教授 专业的水准相当高 发现台湾师生的校园的 师生爱非常让人感动 尤其台湾的教学相当灵活 相当会注意到个别的需求 台湾的社会相当友善 台湾整个政治的民族 经济的建设文化 都有很多可以值得他们学习的 当然台湾的学生也发现 大陆的学生很认真 很积极 很上进 双方年都留下彼此 很好的印象 互相的切磋 我想经过两岸学生这样的交流 除备未来 大家更友善的一个互动友谊 两岸的和平 世界的和平一定会更有利 这一点我首先要感谢也肯定 今天世界和平发展高层论坛 它的主题的意义价值 相当值得肯定 其次我要肯定 违心中在我们冯元师傅 这个领导之下 我们能够追求世界和平 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跟宴景 我要表达最高的一个敬意 事实上战争破坏了 人类的一个生存环境 夺着了人类最宝贵的生命 森林涂炭 烟魂 雪深火热 梦魇一场 这是大家所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冯元师傅也特别主持 中华文化五千年来 我们有3762次的大小战争 多少的燕灵狂死 多少的亲人哀死在战场 这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人间悲剂 我们看到世界有816次的大小战争 真的是值得大家警惕 而各个英明睿智的领导者也都在呼吁 应该要体察民心 应该要知道人民需要安定 要了解人性 大家需要和平而不要战争 所以有潜力的人我们都要求 不能穷兵独武 要能够满足人民的一个和平安定的需求 要带给人民幸福快乐 这是一个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所共同需要的 我也非常感谢非常肯定刚刚李副总统的一番话 他的大爱对整个两岸的未来发展 对全球未来人类的地球村的一个永续发展 李副总统表现他的高度 这是让我们非常肯定的 那第三呢 我要肯定维新中所主张经有中华文化的弘扬 可以来共创世界的和平希望 这是当前人类我们认为最高智慧的一个抉择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他也谈到 世界想要和平 只有弘扬中华文化跟宗教的一种 这个和平的一个信念才有可能 中华文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 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文化 中华民主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 所以历史学家他能够建古资金 他能够透视人类文化的发展 他能够得到一种政论的见识 这是令人感佩的 其实中华文化五千年 传递了一个和平共存的民族习性跟特质 尽管知之百家 他们各有不同的主张 奏法也不一 但是敬天爱人 天人合一 普利人天的依规 企图透过各种理念 来追求人类和平共生的目的 是没有不同的 这点是我们对师傅非常肯定的 那么第四年我要肯定的维新中 我们弘言禅师 这个多年来对鬼谷子文化 对孙子兵法 对中华三族的文化 所弘扬世界和平共创努力跟贡献 我一直认为师傅 他创立了维新中 主持了先佛式 那么创办益金大学 同时担任人间净土功德会 来造福人类 同时也研究鬼谷祖学术 以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等等 这些大有的作为 都是让人敬佩的 这是符合我们佛陀的智慧 符合菩萨的慈悲 也是一种天使的爱心 跟圣贤的前瞻 让人感佩的 师傅在弘扬中华文化道统 表现出他的智慧 那么我们看到 第一他创建了八卦山 益金大学 让八星贤士 忠孝仁耐信义和平 进阶终生学习 也符合UNESCO联合国 所强调的终生学习的一个 永无阻尽的一个宗旨 第二成立了将近三十个道场 来教化人心 来充实心灵的智慧 就像一个心灵加油站 环步人类各个角落 让每一个人随时可以尽得修业 可以提升自我 第三 举办国际易经 剑子风水的论坛 来提升促进易经 学术的多面向的发展 这对整体的人类 都有很大的贡献 第四 创立维新宗法门 开众人智慧之门 圣人主张立德 立言立教 来传话世人 我们似乎是一个最好的典范 第五呢 我们电视风华讲座 那么十几年来在台式 没有间断 今天创立了维新电视台 昨天我们看到 似乎在581级 维新天下事 所谈到的一个论点 我非常敬佳 一宗各表的一宗 不是谈政治体 是谈中华民主 在中华民主一宗之下 自然和平共事就容易建立 这是相当有前瞻眼见的 第六 我们讲座弘法 残养佛教 那么师父的开示录 那么千佛修正和一日产 这是让人家敬佩 另外海峡两岸鬼谷主学术的研究交流 维新电视台的一个红华 让大家20小时可以尽得修业 创蓝天文化院 创医药出版社 这都是从教育从文化着手 让一个宗教跟教育结合 让生活跟学术能够并进 让人类能够更好 在第二年菩萨的慈悲方面 师父挤伴三万六千人 这种追根寿远 万灵归心 这是已经第七次了 非常隆重宏大 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祭拜列祖列宗 那么先宁有15615 15615 这个总姓 让大家了解 即使我们的姓不一样 但是我们同宗同眼同祖 大家应该要守主情怀 两岸要彼此互相关怀 甚至把这个爱 能够延伸到日本 延伸到韩国 把一个师父刚刚讲的黄海 一个十字大中华 一个十字 大家能够整合 这对人类从区域的和平 到全球的和平 是有它卓越的见地 第二呢 延伸文化跟持有文化论坛 能够矫正过去 成者为王 败者为扣 这样的历史的偏见 对柔树族情开启了关怀跟加持 这是很伟大的一种情操 过去这个持有 就是被一直认为是扣 而呢 他的祖孙永远寒烟 但是呢 在师父这样的一个给予 这个恢复 证明之后呢 我想人类的和平 会种下更有的善音 那第三呢 维心中唱世界和平 以世界各个领导者 不要有战争 我想呢 终究世界 那么联合国也会注意到 我们师父的贡献 世界和平的促进会 还有神龙 这个天一的道场等等呢 都是让师父的慈悲胸怀被感受 第三 师父的天使爱心 我非常感动 举办法会科宜跟消灾化解 对人的心安定 是有帮助的 人心安定尽安利得 自然的社会就会和响 那如果协助921当年震灾 我当时在台北市担任 在教育部担任常务次长 我们学校的重建 师父帮忙很大 从风水 从疫经的角度 让学校呢 能够得到更平静 让学校书生能够得到平安 我非常感动 非常谢谢师父 另外协助我们社会 协助两岸的台商 协助在地各居家 风水环境的改善 能够消灾解恶 化解呢 这个生活的困境 让每一个人幸福快乐 我想这是师父的慈悲 至于第四年 师父在圣贤前瞻方面 成立中国人间 净土功德基金会 关心积住风水环境 关心教育 关心节能减碳 关心地球爱护 就像刚刚 李副总统所谈到的 整个地球 必须大家 能够发挥大爱 然后呢 节能减碳 不止二氧化碳 CH4呢 甲烷也是要同时去注意 所以一入私食呢 教育部也要求学校呢 营养午餐 一个礼拜 至少有一餐 要吃素食 我现在每天中午 也都吃素食 我的政务次长 前述 都是在表述 以身作者 来带领社会呢 大家推动的素食 来减少地球的软化 那么第二呢 事务主张 疫经跟人生活的结合 这是相当 从大家认为 疫经很高深 但是他把它 深入浅化 生活化 鼓励大家协议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身体健康可安宁 做事工作可顺心 大人小孩皆聪明 公司客户无期心 修行道上可见性 家庭圆满一条心 国家社会健太平 这个练起来像顺口溜 但是他却启发 很多人的心灵 所以一个有道之事 就是用深入浅出 把很深奥的道理 用很简单的话 让人都听懂 让人都改变一个人的心境 让他过得很幸福 今天我非常荣幸 能够出席这样的一个大会 我非常感谢我们 这个杨院长 跟夫人黄春珠教授 对世界文化 很多这个经典的著作 都让人非常感动 其实一个宗教 如果只有华语 不可长久 只有从邪术上去杂根 建立它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根基 这个宗教才会更发扬光大 我们也看到我们袁教授 那么袁县院长也今天也有一本大作 也是写得非常好 我想学术界能够站出来 用他的智慧来影响人类 宗教界能够站出来 用他的除非来感化人心 这个社会会更好 再度感谢我们刚刚李副总统 一番相当让人敬佩的一个高瞻援阻 也期望透过宗教力量 透过维新中圣教 能够让两岸 让未来整个人类会更好 祝福大家 华喜严安办 华弥陀佛 谢谢吴部长为我们的开示 谢谢 谢谢吴部长 吴部长今天有录影 还有录音 稿子呢 我要请大家留下来 各位你去看看 有没有写的比你知道的还多 我们谢谢吴部长 我们现在 特别请 中华孙子学术研究会的 我们副会长 他呢 来为大会支持 他刚特别 要我转达给李副总统 所以请他稍坐几分钟 因为他对他所提出的问题呢 很有一点想法 想回应 然后想这个 因为我们一开始 就是有很多的交流了 我们请顾会长 大会主席 火焰大师 李副总统 前副总统 吴部长 各位先进 各位大德 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来参与这个盛会 而且这个呢 是真正在谈 用中华文化 如何来解决世界和平的问题 刚才 李副总统一上来 就把问题丢出来 我就开始冒冷汗了 为什么呢 上面写的一个是鬼骨子 一个是孙子病房 最少我有二分之一的责任 要做一点解释 我想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我们先找一个小的故事 作为一个引言 我有一次在2006年到苏州去参访 那个群龙山 我不晓得可能在座有的朋友已经去过 那是一个孙武 写作孙子兵法的地方 吴宗呢 是他发迹的地方 那在参观这个群龙山的时候呢 有到了一个孙武的纪念馆 那一进去的时候 陪我去参观的是什么人呢 是苏州孙主会的一个会长 谭世茂先生 他对于中华文化 博学 而且对孙子兵法 可以说非常的精深 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我在参观这个纪念馆的过程中的时候 树然而起敬 我说这么一个伟人 能够在这么一个地方写出一本旷世的巨著 它是怎么样的成长 怎么样的背景 让他能够有这样的思想 正在这个时候呢 谭会长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大厅的中间呢 有个石规 它石规下面有一个字 这个字呢 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核心思想的一个字 你说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马上就让我 整个的这个思想精神就开始回过他 但是我是回答了很简单几个字 第一个是圣 第二个是权 第二个是第三个道字 他是笑笑他不远 但是这个事情回来之后了 他当时没告诉我 我回来之后了 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孙子兵法这本书 6108个字 它的核心思想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2600年来 为诗人所推重 它推重的理由是什么 它核心价值在哪里 那我先从一个 我们研究兵学嘛 大家就想如何以胜利 胜是一个关键 不胜 那研究兵法干嘛 所以为了研究这个 孙子兵法在谈到 胜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林将军 曾经把它详细地分析了 他有12种胜的方法 有道胜 士胜 义胜 什么东西 最后到用剑 用旗等等 都可以让你赢去胜利 但是我们要回头 思考一个问题 你赢了 赢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今天所讲的 可以得到永久的和平 是不是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 你要讲要赢 赢到跟利要结合 你利获得了没有 那这个胜子 那并不是孙子的核心的 一个最有价值的问题了 那我们再往下推敲 孙子兵法 特别提到一个权字 全国 全军 全力 就是我打赢这个仗 要我什么 我的国家 没有任何损失 我的军队 没有任何损失 甚至于要怎么样 权到对方 没有被破坏掉 对方也能获得利 这样的一个权 是不是就在 我们一般思想之中 我赢的过程中里面 也让 我的对手 也能获得支离 因为我们在研究孙子兵法 他先去讲一句话 让我审视了 一个军人来讲 不可思议的问题 他摆善摆胜 非之善之善也 我每天打生仗 为什么还不好 我这将领 每次都赢 为什么还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